让左南区立委候选李博弈下午邀请了罢韩四君子陪同车队扫街 刚好对手李梅珍找来韩国瑜陪同车扫 双方是在街头狭路相逢 而屏东县长周春敏是陪着李博弈的太太前往黄昏市场败票 夫妻两是分进合集 希望在最后时刻争取到更多选民的认同以及支持 罢韩四君子跟着民进党 左南区的立委候选人李博弈车队扫街 受到选民热烈欢迎 刚好下午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陪着李梅珍车队扫街 双方还在街头狭路相逢 一看到韩国瑜要来帮我的对手扫街的讯息之后 然后把这个图卡看到他 他一秒回说他也可以来 所以就也连带我们的罢韩英雄 张博洋陈冠荣医师 他们都互相联络的都可以来到 今天来陪李博弈一起车扫 看到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出现 当初主导罢韩的罢韩四君子也相当有感 博弈这席对高雄对台湾至关重要 高雄人曾经因为韩国瑜带来非常大的耻辱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耻辱不要带到全台湾 而李博弈的对手呢 其实一路以来就很像韩国瑜的硬生虫 韩国瑜说什么那他就附和什么 从过去在议会甚至到现在参选 都是这个样子 左南区选战激烈 李博弈除了请出罢韩四君子 车队扫街之外 屏东县长周春敏也来帮忙 陪着李博弈的太太到黄昏市场跟摊商 选前倒数对手李梅珍找韩国瑜站台 李博弈则是跟罢韩四君子合体 希望能够唤起选民在罢韩运动时的记忆 争取更多选民的认同 记者郭旭辉 SNG小组高雄报道 T brand公司 店长唯会 Ú个又公司 明因报道 自作者